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来到Coinette社区 我们社区是做全网KL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地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展信息 好 来看一下我们社区昨天的聊天啊 波波先说我们这个社区都是精英 然后昨天新进的一个会员林说 被推特一帮傻逼喊十万喊的 我那时候从美股过来不懂这行的水深 然后润南说他们肯定喊机构金厂了吧 然后他说对对就是一个叫什么币链何在的傻逼 说机构进场了 他直播开仓五万八千五百加仓BTC 买进去开始没有回去过 然后胖大佐说牛的大资金 润南说说多的都是累 然后林说结果他四万七又喊 我喊人把他怼的不敢上线了 一路喊一路跌 然后林说推特上大部分人都当反指看就对了 好 大家注意哦 这是林用自己的本钱给大家换来的经验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然后来看一下昨天电报的会员 陈跟我说区块链拘机手的VV 他那个单子全部都跟了啊 而并且他这些天接近有百分之一百的胜率啊 非常夸张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开单 好 然后来看一下昨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 群里的群友说 柏阳发消息了看表演 然后胖大佐说他又接到真了 真的假的 这都可以接到 然后别人说离谱啊 群里的西连说 看柏阳一直赚钱搞得我很难受 可以禁言他两天让我好受点吗 然后群里的JK Love说 和他上面消息不一样啊 然后作业说 柏阳不是挂的两万六千九百一十六吗 昨天插下来的时候 然后群友说 我这边没打到 作业接着说 我这边只打到了两万六千九百三十五啊 然后他是bybit 他应该是POC反手开的 然后这个群友说 他是用这个交易所啊 然后他真的接到了 太神奇了 这根针他真的接到了 然后群友很多两万七的时候接到了一点 然后这位群友说bybit接到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柏阳昨天报的到底是多少点啊 这是昨天柏阳发的信息啊 他昨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换了两根接针的线啊 一根是两万六千九百一十六 下面一个点位是两万六千四百五十八啊 相当于柏阳昨天之前给的那个多单止盈了 然后让大家在这个位置止盈之后 又在这个位置又去接了一个空单啊 这个空单的话 在币安这交易所上好像没有插针插到 bybit好像都插到了 每个交易所像这种插针 有时候插的力度不一样啊 有的能接到 有的不能接到 大家不要去那么极限啊 就是看到差不多那个点 如果没有跌到的话 其实也可以上车嘛 不见得一定要精准到个位数 是吧 好 然后来看一下 柏阳昨天晚上八点半的时候 接着说 我实在是太厉害了 然后他发这张图啊 这根针刚好插到这个点 插到了两万六千八百五十五左右 然后让柏阳接到了这根针啊 bybit的这个交易所是插到了 好 然后来看一下柏阳的大哥 Jason怎么说啊 Jason昨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说 我今天看了几笔交易 首先 只要我们得到更多的看涨分级 这里仍有一个做多的机会 好 来看一下哪个地方可以做多呢 差不多是两万六千四百九十三 这个点到两万六千多左右啊 相当于的话 是两万六千四百九十三 这个点开多 看能不能看长的话呢 然后看一下柏阳画的区间 差不多是到两万七千五百多啊 中间一千个点啊 因为两万七千五 这个地方是个阻力点 如果在震荡一直没有突破的话 大家记得去指引啊 然后Jason接着说 在十二米六米三米 如果有二十四米的楼市跳水 这个米是分钟的意思啊 上寻找有熊市分级空投交易的两个区域 差不多的话 Jason就是在两万七千五百多左右的话 可以有计划的去开一个空单 然后这个空单 然后再看到两万六千三 相当于先看多 看到两万七千五 为什么Jason这么有执念的 一定要在两万七千五百这个点就开空了 我有点不太理解啊 如果有看过他直播视频的小伙伴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 好就是Jason画的区间阻力位啊 这些绿色方框的话是阻力位或者支撑位啊 好然后来看一下白凤凰 白凤凰的粉丝昨天说 你真的是一个社区天赐良机 我希望他们能意识到 有你这样的人教导他们该有多好 我觉得白凤凰真的是个人生导师啊 他感觉跟罗胜有一点像啊 就是每天教大家心态该怎么样 该怎么去做人 该怎么去看这个世界啊 昨天有很多小伙伴问了罗胜啊 我们白凤凰介绍完 就来看一下罗胜昨天怎么说啊 白凤凰昨天画了这几张图 就是直播时候的截屏啊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他说看这个 通过对本地的RVAL的回收 然后白凤凰接着说 他必须打破结构 但我已经把我的SL放在B1了 如果他再次跌出 并且出现SFP和累积 我将重新进入 如果我看到有这样的成交量确认 我将重新进入 白凤凰认为会重新再下破到26800这个位置啊 然后再会反弹 哦他的这个计划 那就跟博洋有点像了 他们通过他们的分析方法 得到的结论都差不多啊 就昨天的针没有差那么深 是吧 然后白凤凰接着说 这个箱子里还有更多的剩余需求 所以可能重新进行调整 我拿够了 废的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输掉 但我会建议观察另一个在领 高位的问题是 它是一个适当的分布范围 然后他接着说 有点搞笑 但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然后白凤凰给了这个图啊 也跟刚才计划差不多的 就是在26850多左右 然后再去跌下来 然后再反弹 然后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多单去接 然后他说好在没有扫到低点 这对我之前分享的原始多头来说是个好处 我确实在这里获得了50%的利润 白凤凰厉害了 50%的利润 他们一开单的话 一般都可以赚到几万余我 厉害了 好 然后这是他昨天直播的视频链接 好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华语币圈的精神导师罗盛 这两天没有见到罗盛 很多小伙伴盛势想念啊 来看一下罗盛到底说什么 罗盛6月1号的时候说 志哥讲的东西挺好的 然后说最近怎么老是反复坚定的看涨又坚定的看空 还是有的 但是不是很好 因为前面创新低马上拉起来了 准确说是箱体 好罗盛然后画了一张图啊 他认为是一个箱体震荡 26600到27130的箱体震荡啊 然后他说CAK1大力反弹 然后他在今天早上的时候说 怎么看待这个周线呢 均线不重要 然后他发了一张图说 中国人均资产超100万 而95%的人收入都在5000元以下 中国人人均资产100万啊 应该是算房子吧 不算房子应该到不了这个数啊 然后他在九年中的时候 又给了一个这个图啊 相当于的话 以太坊这个地方突破了一点啊 然后他说最近三代币都挺强的 短期几周之内很难看涨吧 震荡久了 上破下破的概率基本一半 不能按趋势线的逻辑来看上涨 好 这是罗盛的观点 刚来群里的群友就说了 币圈他就扶几个人啊 罗盛就其中一个啊 因为罗盛真的是很能忍啊 他不确定的情况下 他不会开单的 好 来看一下区块链狙击手VV啊 昨天的时候群友反映 他这几天开单接近100%的胜率 开了20多单100%的胜率 他是做超短线的啊 VV的特点是 他爆单的时候 他也会把单开了 然后他会盯着盘 一旦他推荐的单有什么问题的话 他会马上让大家及时的去止损或者止赢啊 他相当于盯着 并且他每天爆单都不超过一天 他是做超短线的啊 然后看一下他昨天怎么说 他在昨天10点钟的时候说 昨天的更新 我们的预期是长线 而且成功了 我们的目标是27000 但他到了27200 略高于他 抓住了流动性并抛出 然而我并不指望今天会有抛售 他应该交易平淡 明天会有抛售 我们在今天的范围内交易 并在晚上增加更多的短线 然后他接着说 现货交易商等到6月4号 我们应该有一批 坚实的30%到40%的ALT的泵 至于两倍的小盘股泵 在两周内等到本周末 对于空头建议 我喜欢OPE APE LOKS 也添加了1英寸 图表看起来很弱 请采取一个交易 它足够好 然后他在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说 顺便说一下 我开始踩短裤了 今天早上8点钟说 亚洲开盘更新 今晚将保持平淡温和的看涨 无论怎样都要继续做短线 明天早上应该开始抛售 对昨天的目标进行了更新 我给出的是26200 实际上是26299 偏差非常小 好 VB可是不只会开短线的 他还是会看比特币 看VB之前一直的论述的话 他是认为6月4号 有一个事件会导致比特币会下跌 他一直这样坚定的认为 明天就能验证一下 他看的对不对了 然后他刚才说 他不会去做长线 他目前的话只会做超短线 然后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会给大家来报单 然后来看一下他昨天的报单 他在昨天晚上9点半的时候说 这是个头皮 我预计今天会有横盘整理 标准普尔今天开盘看早 所以等待并进入APE LOKSOP 我昨天错过了APE的入场 但我们今天仍有时间进入短线 请以10%的收益作为TPWO 当标普下跌时 我会给你更多的短线 正如早上提示到的 BTC可能会与SP一起抽动一下 标普指数绝对是 所以想用短裤安全一些 这个短裤应该是短线的意思 然后他说 另一个头皮 长线的XRP 我的作品 那些采取稳健的交易的人 要等亚洲开盘 我们只是要收集钱币的黄牛LTF 我给这些只是因为会员们喜欢它 我也不喜欢交易LTF 然后他接着画了一张分析图表 相当于的话 他是看跌IMG这个比 然后在7.88的时候 他认为会跌到7.3左右 然后他说 这个系列的产品看起来很可好 POC被拒绝 在目标处有一个破碎机块 几乎没有任何支持 预计这是今晚的最好一个交易 然后他在今天零点钟的时候说 请以4%的收益关闭XRP多头 让我们稍后进入空头 今天的交易有点太不稳定了 如果你能承受今天的波动 现在进入空头也不是一个坏主意 那些不喜欢的人在今晚进入 明天的图表已上传 短线有点难以及时抓住 如果在我的工作时间内 我会告诉你是什么时候 是最安全的 好 这是VV的观点 好 然后来看一下提阿非罗 提大在昨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说 没多久就来到这挂单墙 虽然我认为应该能突破 但还是不错的TP1 这是提阿非罗新学的一个挂单墙 具体怎么看 等我学习一下 我不太会看 然后他接着说 BTC前高突破后 下来回补一些涨得过快留下的小级别缺口 好 这是他昨天晚上22点的时候说的 他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画了一个图 然后这里上面写着 唯一的单根K线 26911这个地方 到26846 这是提大的观点 提大最近的分析 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给出报单 但是我觉得提大离报单应该不远了 我们支持提大报单 但是还是大家要包容一些 好 然后来看一下全局报仓图 这是苏秦一直看的报仓图 它是统计币安的数据 我们是统计六个交易所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全网报仓图的分布量 好 然后来看一下比特币一小时的报仓图 如果比特币跌回26655去 会把很多开多的人报完 如果上涨到27421去 会把很多开空的人报完 目前庄家的话 下跌和上涨的话 收益都很高 好 然后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一小时的报仓图 以太坊如果跌回1855去 会把很多开多的人报完 如果上涨到1926去 会把开空的人全报完 以太坊来说的话 下跌的收益会比上涨要高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周末愉快